李若彤与富商郭应泉相爱十年 被男友提出分手 又逢父亲迷世 生患抑郁 李若彤与郭应泉在一次晚会上相识 一个是有钱有势的富豪 一个是红的发紫的女星 两个人一见钟情 就这样最美小龙女 李若彤与富商郭应泉恋爱了 最开始的时候 这段恋爱是非常甜蜜的 两个人经常成双入对的出现大众场合 在万人眼里也是天作之河 此时的李若彤 凭借神雕侠侣 杨门女将等电视剧 红遍了大街小巷 容貌以及气质更是不俗 彼时的郭应泉虽然其貌不一样 但是能力出众 担任着香港上市公司中华发展的主席 两个人的感情深厚稳定 和其他的女明星相互比较 李若彤并不是特别看重金钱 那时候的郭应泉遇到了金融危机 整个公司出现了财政困难的情况 对此李若彤并不介意 反而是与男友一起共度难关 可以说真正的做到了同舟共计 就在郭应泉被爆出有上一债务时 李若彤坚定的表示 会一直站在男友的身边 并积极的在娱乐圈拍戏 只为替男友郭应泉还清债务 放眼整个娱乐圈 像李若彤这样的女性很是少有 明明有美貌有名气 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更何况那时候的郭应泉还只是男朋友 并非是李若彤的丈夫 但是女方的不离不弃 并没有换来郭应泉的珍惜 在2008年的时候 也就是两个人相恋的第十个年头里 郭应泉单方面的向李若彤提出了分手 面对这个自己爱了十年的男人 李若彤刚刚开始 并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日日以泪洗面 他不知道郭应泉为何要分手 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恰好在此时 李若彤的父亲因为中风而意外离世 失去男友又失去父亲的他 伤心到不能自已 情绪低沉的李若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始终无法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 甚至在很多时候一度蒙杀了自杀的念头 这也让家人感觉到不知所措 幸好李若彤妹妹的孩子出生了 为了让姐姐开心一点 外甥女一直由李若彤亲手带大 在亲情的治愈下 李若彤的情绪渐渐的好了起来 接受了被男友提出分手和父亲遗世的事实 当李若彤重新返回大屏幕时 大众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洋溢着青春活力 无比热爱生活的他 如今的李若彤放下了曾经的一切 与前男友供应权再也没有了交集 曾经会看到他在私人社交平台发布的视频以及照片 健身护肤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虽然如貌日渐老去 李若彤依旧是光芒四射 不许他从来不缺少热爱生活的勇气 对此各位网友们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说说